第559章 辅助升华 就算是吧 惊凤大妖黄冷然道 如果她天赋不那么好 看在苏秦的份上 我还可以放过她 但如果她的天赋太好 你认为我会养虎为患 难道你以为 她身上有白虎大妖黄的血脉 我就不会对她动手了吗 你让她动用白虎血脉 无非就是威胁我 没用的 白虎大妖黄也不会去管家里成的事 这是祖庭的共识 孔雀大妖黄冷冷地道 那你就放马过来好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会选择她作为继承人 选她 就是让你明知道 她是威胁也毫无办法 你真的以为你能赢吗 惊凤大妖黄愣了一下 她显然没想到 孔雀大妖黄会这样回应她 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从何而来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先祈祷你的女儿能够赢得今天的比赛吧 或者你应该祈祷她输掉比赛 如果她输了 或许我还有放过她的可能 孔雀大妖王魔光闪烁 没有再说什么 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比赛台上 伴随着裁判的一生比赛开始 这场今天比赛绝对的重头戏正式开始 比赛台一侧 孟特特 孟特师兄妹同时荡漾出深紫色的光韵 纯粹的暗黑领域 孟特师竟然也同样拥有这个领域 当他们一起施展的时候 两大领域大有几分相辅相成的味道 彼此交融 那深紫色铺天盖地般的奔涌而出 向前覆盖 所过之处 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 也在驱散和腐蚀着其他所有空气中存在的元素 另一边 唐三一不跨出 来到了美公子背后 右手按在了她的背心之上 美公子只觉得一股浓郁而温和的力量涌入体内 自己体内的血脉之力瞬间暴涨 之前曾经跨入过的那个层次 似乎又一次进入了 而这一次 增幅的强度更是大大的提升了 她能够感受到远处被黑暗侵蚀的区域 空间元素的悲鸣声 也能感受到广阔范围的庞大空间存在 手中天机灵在空中抖动 三个灵眼散发出柔和的银色光运 周围所有的空间元素顿时向她蜂拥而至 唐三给她的增幅不只是来自于血脉上的 同时也来自于精神 她只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和身后的唐三融为一体了似的 先前曾经有过的那种亲切感变得更加深刻而触动 仿佛自己此时正沉浸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这个温暖的怀抱正带着自己升华 所有的忐忑 畏惧等负面情绪在这一刻一扫而空 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强大感 精神之海蔓延 中心的那一点晶体光芒四射 在自己这一点精神结晶后方 似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晶体作为背景 为她源源不绝地注入庞大的精神力 在观众们的视野中 唐三仿佛已经消失在了美公子背后的阴影之中 美公子全身荧光大放 那灿烂的银色光芒 甚至化为了道道银芒向外扩张 在那银色光辉的笼罩下 她整个人似乎都变得神圣起来 灿烂的荧光照亮了周围的大片空间 原本平静的空间都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扭曲 而这份扭曲也阻挡住了对面的黑暗侵袭 竟是强行抵抗住了暗黑领域 不让其冲过半场 空间元素与黑暗元素激烈地碰撞 美公子这甚至都不是领域的力量 竟然就勉强抵挡住了 虽然暗元素还在缓慢地前进 但先前那铺天盖地的势头 却被明显遏制住了 美公子额头上 孔雀金冠散发着灿烂的光彩 金色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蜕变成了白金色 而且有着更加瑰丽的花纹 几乎布满了她的额头 她的双眸之中 孔雀蓝色也已经多了灿银色的光辉 郊区徐徐悬浮而起 手中天机灵就像是魔杖一般 引导着大量的空间元素向自己汇聚而来 整个比赛台此时就像是已经被一分为二 一边是深邃的深紫色 另一边是灿烂的银色 两大元素相互轻压 给人一种奇异的彼此压迫感 微微壮观 直径500米的比赛台 就像是两届分割一般 展现出了双方强大的实力 这已经绝不是九阶能够展现的力量 毫无疑问 双方都碰触到了神级的门槛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神级 孟特特和孟特师的身体也是双双悬浮而起 孟特特眼角处隐隐有紫色的波纹向外流淌 右手缓缓向前拍出 顿时 那黑暗的力量奔腾汹涌 如同潮汐一般倾泻而出 中路突破 强行撞向对面的荧光 他在对峙的过程中就能明显感受到 对面的对手虽然强大 但那并不是领域的力量 只是单纯的元素掌控 是不是领域 区别是非常大的 领域本身的加持 对于元素来说是升华 身为黑暗之子 没有比他对元素理解更深刻的了 浓烈的黑暗元素 骤然冲入了银色的区域 顿时压迫的荧光中央凹陷 那黑色的能量宛如一条黑色巨龙一般中路突破 横冲直撞 美公子眼中 荧光湛燃 右手天机灵挥洞 那原本看上去只是浩瀚的空间之力 化为一圈圈银色波纹 向那庞大的黑色能量笼罩过去 一圈圈银色波纹在黑暗中被侵蚀消失 但更多的银色波纹却不断地出现 令黑暗的力量在银色波纹所画的原形中央悄然消失 就像是在一口口的蚕食巨龙一般 下一刻 美公子的天机灵突然纵向滑出 顿时一道银色光线出现在他身前 银色光线向两侧裂开 露出了一张有着瑰丽光边的银色光门 而同样的光门也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正是孟特特和孟特氏背后 下一瞬 所有的银色光芒突然溃散 而银色的身影就那么凭空出现 在满是黑暗元素的世界中 开辟了一片银色的空间 直接来到了孟特特兄妹身后 开门 在暗黑领域之中 开启一扇属于空间的大门 在那片空间之中 隔绝了外界的暗黑领域 就连孟特特也没想到 美公子竟然会如此选择 感受到背后的空间波动时 她也是瞬间转身 美公子已经凭空出现 手中天机灵幻画出漫天剑芒 直奔她兄妹二人笼罩过去 原本在比赛台另一侧的庞大空间之力 竟然全都从她背后的空间之门中奔涌而出 疯狂地冲击着周围的暗黑领域 强行在暗黑领域内 撑开了一片空间区域 而孟特特兄妹也被笼罩在了这片区域之中 直接隔绝了她们和自己暗黑领域之间的关系 这一幕可以用神乎奇迹来形容 原本对美公子和唐三并不看好的观众们 都不禁张大了嘴 只是这一下就能显现出 美公子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看上去竟然不在孟特特 对于黑暗元素掌控之下 更是如此大胆和有魄力的深入敌人的领域之内作战 面对这样的情况 孟特特并没有过于慌张 她伸手一拉 将孟特斯拉到自己背后 右手虚空抓握 一柄漆黑的长刀就出现在了手中 长刀斩出 紫黑色的刀芒在空中爆发 摧毁着那一道道充满空间之力的剑芒 被空间之力排斥在外围的暗黑领域向内奔涌 压迫着空间之力无法内收对她轻压 而是必须要向外抵抗暗黑领域 作者唐家三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